曾是全国最著名博物馆的掌门人 他的个人形象与故宫的文化IP深度绑定 卸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年有余 他像演说家一样在全国多地巡回 依然走到哪儿都是交点 深秋时节 单季祥应邀造访重庆 重庆专访对话网红院长聊故宫 聊重庆 聊如何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活在当下 已经退休一年有余的网红院长 从未淡出公众视线 11月的第一天 66岁的单季祥应邀到了重庆 身上是标志性的中山庄和布鞋 讲的依然是故宫和文化遗产保护 台上的单季祥张持有度 数据故事随手拈来 事实扔出的包袱和相声灌口般的小段子 让整个会场掌声响声不断 这个连退休都能上网络热搜的故宫前任掌门 魅力不减 山老您好 之前就是翻看了您的一些资料 确实在网上太多太多 就是您的定位和标签甚至非常的丰富 就是我的感觉 比如说有故宫开门人 有故宫文化开门人 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开门人 以及还有网红大爷 那您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的身份 那么其实我身份很简单 就是我呢 一直是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 那么一个工作人员 所以我不是网红 我是被网红的 就是大部分我的工作的生涯 是在文物和规划 那么这两个领域呢 其实呢在城市中是经常碰撞的 就是在城市规划中如何保护文化遗产 在文化遗产保护中 如何把它纳入到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 其实我是到了58岁才到故宫博院工作的 听我的意料 我还不是光搞故宫的吧 善继祥是故宫的第六人院长 也是第一位明星院长 以前鲜有人知道 故宫的掌门人姓慎名谁 他的个人形象与故宫的文化IP深度绑定 善继祥之前 你很难想象 曾经神圣且疏离的故宫 会频繁地出现在综艺 纪录片 甚至电子游戏和漫画中 能批量产出网红 从文物修复式王金 到一年卖15个亿的故宫文创 热度与争议同在的上原之夜 故宫屡屡在互联网上掀起波澜 引发文创宫斗剧的故宫口红 也是一度热销断货 口红确实有缺点 就是不好买 买不到 对 确实太火了 需求太多了 您的口红是故宫口红的 没买着 一直在排队抢 没抢着 很多人都知道故宫出口红了 事实是故宫开始挖掘自己文化资源以后 不断地做自己的 比如孩子们的系列的 比如我们的年轻人的系列的 慢慢慢慢地就覆盖着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其中就包括口红 就不是说就是突然间就出了口红 我是补抹口红 口红的色彩 我听专家给我认真地讲一个一个 都是从故宫的这些宫廷里面的存在这些色彩里面提炼出来的 故宫口红的包装都是从我们服装里面提炼出来的 我们的器物上面提炼出来的 那么慢慢地形成一个系列 虽然您不用口红 我觉得您这个口红代言做得特别好 比那个专业的做得 曾经高冷的紫禁城 成为博物馆 利用文化创意产品走进百姓生活的样板 一马当先掀起了一股文创热 2019博物馆文创产品市场数据报告显示 天猫上的博物馆文创商店已经有近30家 2019年这些相关店铺的累计访问量达到16亿人次 是这一年全国博物馆接待人次的1.5倍 我们重庆最近其实也在搞这个文旅推介 晒旅游精品 晒文创产品 那文创产品我觉得您是专家 我觉得从您那起的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重庆的这个晒文创产品支持招 最重要的两条 就是第一呢 一定要深入观察人们的现实生活 包括年轻人现实生活 比如他们碎片化之间怎么利用 他们喜爱什么生活中需要什么 那么这样呢 你根据人们的现实需要你来进行研发 人们才会喜欢 包括实用性啊 包括有些取位性 第二个同样重要 就一定要深发自己的文化资源 就是我有他无的属于我自己独特的文化资源 不要抄袭模仿复制别人的 这样的你把你自己的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出来 这样的人们就会感受到 你这个独具特色 人们愿意把它带回家 重庆是一个充满文化情怀的城市 也是一个英雄城市 它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故事 它跟故宫比起 那重庆这么大一个城市 这么多的文化资源 肯定比故宫要丰厚的多 您来重庆是第几次呢 大约四五十次吧 四五十 我以为是十以内的 结果这么多次 不会少于五十次 跟我们重庆还是很有渊源 这个每年都要来一些 所以你知道重庆的故事 我能讲很多 比如我印象深刻的是 当时白鹤粮的保护 它是在福岭 那么长江的中间的一棵石粮 在枯水的时候 它会出长江水面 那么文人墨克 千年以来在上面提一些提克 包括黄丁剑这样的名人 那么在风水的时候 它会淹没 但是长江上面的三峡水库建设 它会比较永久地沉没到库底 当时我们中科院的院士 葛修润先生当时发明的叫无压容器 这样的在水下 在博物馆白鹤粮还是在水里面 那么平衡内外的压力 人可以通过两个浮地走下去 就沿着当时三峡水库的建设 其实是请出大量的 但是重庆的特点还有很多 比如工业遗产的保护 是吧 三线工业 比如它近代建筑 二十世纪遗产的保护 我们古建筑一直关注 但是历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 是过去的一百年 它的建设发展 是过去几千年的总和 留下的遗产 但是人们不认为它是需要保护的 所以它会稍纵即逝 这样我们也呼吁 像重庆这样的城市 它更多的要保护 我们二十集团 就是您说的 为了未来来保护现在 对 就是这样 在善气祥看来 文化遗存丰厚的重庆 还是一座对故宫文物有恩的城市 抗战时期 故宫文物被迫南迁 先后迁存于上海和南京 其期事变后不久 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 南迁文物分三批向西转移 几经辗转 1938年5月 其中的九千多箱文物 由汉口秘密进入重庆 分三处宝藏 但随着日记对重庆轰炸加剧 这些文物一年后又被迫转移 抗战胜利后 在西南大后方避难的所有文物 又陆续集中到重庆 从这里出发 回迁 当时在选这个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这个地址的时候 当然我们有四川 有重庆 有贵州十五个地方 然后最后选择了我们重庆的南岸 重庆有很多地点 我都去看了 安大森银行当时是一个闲置的 但是它的在河的岸边 又是在高高的山坡上面 那么它的这个山形水系很好的环境 那么整个的这些建筑 它的格局还在保护 虽然没有得到修缮的保护的 还是很完整的 这些木结构的建筑 你把它闲置起来遭袖的更快 要把它利用起来 我们再保护它 就不是说把它给它树枝高阁了 把它封闭起来 死堪应酬 而就是在人们生活中保护 安大森银行也是 文物不是树枝高阁的 而是应该在我们身边的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 感受到这些文化遗产的魅力 他们才有尊严 有尊严的文化遗产 才能真正的成为 触及一个地区 一个社会 一个城市发展的积极力量 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 支援 当他们都成为 出于社会发展积极力量 才能汇集更多的民众 更多的民众感受到 这些文化遗产 对于我 今天的生活的意义 人们才会谨心地合伙它 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个一文化遗产